阿特鲁舍夫被外界视为俄罗斯权力的二号人物 他这次亲自到访伊朗 势必有很重要的事情 最可能的就是请求伊朗给予更多的武器支援 大家好 欢迎收看思路话语 我是李宁斯 伊朗10号宣布 已经制造出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号称未来数十年都没有防空系统 可与之抗衡 伊朗革命维队空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宣布 伊朗已经制造出一款国产新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能够在大气层高度区间灵活飞行 不仅穿透当前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更可对防空系统本身造成打击 哈吉扎德还表示 伊朗的弹道导弹只在对抗敌人的反导系统 而这款导弹的研发 是伊朗新一代导弹发展的巨大飞跃 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以5马赫也就是音速5倍以上的速度飞行 对远程目标实施及时打击 而难以被防空雷达探测 俄罗斯方面则声称 已经在乌克兰战场实战化使用过 就在伊朗做出这项宣布的前一天 伊朗总统莱希在首都德黑兰 会见了到访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双方承诺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莱希在会晤中指出 提升和加强各领域的战略关系 是一俄两国共同的意愿 独立国家间的合作 是对美国及其盟友 实行的制裁和破坏政策 最强有力的回应 帕特鲁舍夫还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沙姆哈尼举行了会谈 伊朗方面表示 已经准备好在寻求解决俄乌战争方面 发挥自己的作用 帕特鲁舍夫被外界视为俄罗斯权力的二号人物 他这次亲自到访伊朗 势必有很重要的事情 最可能的就是请求伊朗给予更多的武器支援 有传言说 俄军在乌克兰前线出现武器短缺 情况危机 而伊朗领导层在决定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 和新一批无人机方面行动迟缓 现在俄罗斯国内生产的导弹即将耗尽 严重依赖伊朗的武器支援 这就迫使普京直接把帕特鲁舍夫派往德黑兰 还有传言说 普京认为通过外交部进行这类接触已经无效 而帕特鲁舍夫参与直接谈判 也就象征着俄罗斯权力垂直的连续性 和对外承诺的有效 甚至有传言说 在访问伊朗之前 普京总统授权帕特鲁舍夫 可以向伊朗领导层承诺任何事情 只要能够获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所需的数量确认 那么普京可能授权帕特鲁舍夫 向伊朗承诺哪些事情呢 分析家认为 伊朗迫切需要的是在短期内 拥有生产核武器的技术 而这正是俄罗斯拥有的 可以说这种交易 能够在俄罗斯和伊朗之间发生 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而现在的恶劣形势 确实可能促使 俄罗斯与伊朗加强合作 不理会那些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了 当然帕特鲁舍夫亲自去谈判 结果如何还没有消息 有传言说 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供应数量 无法满足俄罗斯在乌克兰前线的最低需求 说是今年和明年初 伊朗领导人一共可以批准供应无人机 是287架 是一个弹道导弹 对于伊朗搭局来说 一来其实并不多 二来也不是没有顾忌的 好 这次就聊到这 谢谢你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